基線 首先看這個圖 我们从这边来看 这个是陆地 我这边有画12海里的这个线 叫做临海 往内就是临海 那24海里 这个叫临街区 200海里叫做专属经济海域 或专属经济区都可以 那专属经济海域以外 就是公海 大家分剩下的海就是公海 所以对美国来讲 它分完200海里 全世界的海就叫公海 为什么 公海的意思就是公共的海 open的海 所以它把其他的海洋命名为公海 就是它要去统治全世界的意思 但是可不可以这样做 它的这个想法对不对 这个我们上完课都知道 那先有这样一个界线的概念 刚刚讲第一个要考的叫做基线 基线很重要 基线待会我们在主题二会来做交代 有三种画法的基线 这个包括正常基线 直线基线 还有这个混合基线 那个定义我们主题二再来上 首先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你找出你自己国家的这条基线 就是红色的这条线 基线很重要 因为所有的领域都是从基线起算 例如临海的12海里的界线 要从这个红色的基线往外算12海里 好 临街区呢 你说老师从这个临海的界线往外算24海里 不对 临街区的24海里要从基线往外算 所有的故事都从这条线开始 所以临街区的24海里涵盖了临海的12海里 所以有一些到时候实地题出现 这个传播的事件 我能不能用临海的这个法规来做 这个应该说海洋法公约的条案来处理 那不行的话 要看一下临街区有没有办法处理 或者是说它刚好发生在11海里 我可不可以用临街区跟临海的 这个公约条案来交错试用 这个我们到时候碰到题目再来说 那再来就是专属经济海域也一样 从这条红色的线往外算200海里 所以专属经济海域200海里涵盖了谁 临街区的24海里又涵盖了临海的12海里 所以实地题会出的老师就很好玩 他就可以出一个综合让你考虑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海域的条文去做解题 海洋法104年考到107年 今年的题目算有一点点难 因为终于有实例题出现让你解 前面都是一些我觉得都是条文题 或者是理论题在做处理 这个未来我们不能期盼题目越来越简单 你要期盼题目越来越难 上过我课的同学你的程度 就要跟其他补习班的学生拉开 因为我们的强项会在实地题的处理的这个部分 我曾经上到 那时候我还在一帆补习班 104年考试 大概105年 有人拿了一题警察特考的题目来问我 我就说这个你就先把区域抓出来 然后区域抓出来你就可以知道 沿海国的权利义务是什么 这个第三国第三国就是外面来的国家 我都统一称第三国或者是其他国家 第三国的船开过来 它也有它的权利义务 你就两边的权利义务发生冲突 你要怎么去实用就这么简单 他说老师你好厉害 我保证的老师都讲不出来 这是什么东西 不敢解 因为海洋法其实在律师考试 虽然是一个比较新兴的科目 从104年开始考 但是它在国家考试里面 已经存在好多年了 更不要讲海洋大学的 一些水上警察这些研究所 包括警察大学也有 这些老师都已经研究好几年 出题好几年 这些早就海洋法的这些 过往的考题已经累积到很多 你看我给你们讲一几册 五册 这个只要 我找到的题目全部都在里面 但是要不要每一题都看 其实不用 这个我到时候会帮你勾选 你再回去复习 有一些基本题对你来讲 只是快速的建立概念就可以 那我们的着重点会在一些 像这个国际法院的判决 海洋法庭的判决会教你怎么用 然后再来实例题 你碰到你要怎么去拆解它 怎么去运用我们的传统的 这个法律人的三段式论法去解题 这样就可以拿到一个中等以上的分数 因为你这一科还会碰到哪一科 海伤法 对不对 你要把时间两题都花在我身上吗 我觉得不值得 因为你还要处理海伤法的东西 海伤法更痛苦 对不对 我如果来发生一个传播碰撞 叫你去算 谁要赔谁多少 什么ADR还是SDR 这个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上补习班就是要帮你节省 包括读书的时间跟做题的时间 我们只是要pass考试 除非你跑来跟我说 老师我要当当年的状元 那就不一样了 我们另外再谈 我们考试只要通过就好 谁会在乎你当年是不是前三名律师考上的 不需要 除非你有这个报复 私下再来跟我讲 这个基线 所以是第一个会考的这个部分 一直以来它都没有出现 它是到了107年 终于出了一体跟中华民国的 这个基线相关的问题 其实这个考点在97年的台大法院就考过了 本来以为这个基线可能不太会考 就没想到去年就跑出来了 第二个范围 这其实是三个范围 基线我们画出来了 怎么画后面再教 基线我们画出来之后 碰到的第一个考题的范围 它说叫做内水 内水是什么 假如我这边有一条河 它叫淡水河 有一条河 流到海洋 从内而外流出去 基线以内 要记得这个名词 基线以内 所有的河流河川 或者是湖泊 不管它有没有通到海洋 全部都属于内水的范围 内水的这个部分 既然它在我们的陆地上 所以沿海国的权利益物 是非常的强大而有效的 因为等同于领土的主权的概念 领土主权 有上过我的国际公法 就知道说 这个领土主权是很强的 任何人进来都要受到 我沿海国家的管辖 这个领土国的国家的管辖 这个概念基本上要有 所以只要是基线以内的水域 叫做内水 内水的这个权利益物 就等同于领土的权利益物 这个国家是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它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一个外国船舶 要进到 我这个淡水河 这个进来要准备做停泊的时候 你需不需要经过 我沿海国的同意 这时候要不要再拿 那个领海国海洋法公约的东西 再出来讨论 说我有什么 包括什么 就跟沿海国 骗沿海国说 我有无海东扩权 你要让我进来 不然你就违法 是不是这样 我们到时候再来谈 人家有一个概念 这个内水是等同于领土主权 沿海国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 基线以外才开始谈 这些所有的海域的这个部分 好 第一个叫做领海 括号二的部分 那领海的部分 十二海里 刚好大概两个礼拜前 这个 为了某些政治目的 这个中国的战斗机 跨越了一条线 叫做海峡中线 我们就开始紧张了 哦 这个中国压壩什么的 我们要起来反抗 要把它击落等等 好 海峡中线其实 远远大于领海 好 领海要跟你讲这个概念 领海的十二海里 这里面的权力 也把它想象成是领土主权的延伸 因为怎么样 十二海里其实离 陆地很近了 哦 你假如说你一台战斗机 或潜水艇开到这边 我们要不要紧张 很紧张哦 因为就等同于是 他们的攻击的范围内 哦 可能是他这边发射一个飞弹 我们总统府就 蹦就不见了 要是我是那个 最近不是有个什么武统的学者 倡导统一的学者 叫李毅被赶出去了 我如果是习近平的这种 那种学者幕僚 我会跟他讲 以后攻击不要挑那种 什么总统府什么地方 怎么样 挑两个地方就好啊 一个是那个金山万里那一代 合一合二合三 对 合一合二跟合四 因为合三在屏东那边 合一合二是给他三颗飞弹 然后那个屏东的那个河山 给他一颗飞弹 这样四颗飞弹就歼灭台湾了 对不对 就让他辐射外泄就好了 每个人都在几个台湾 改变